汉朝分西汉和东汉 可你仔细一瞅啊 嘿 中间还夹了个新朝 这新朝特别容易被人忽略 因为新朝就他一皇帝 所以主题其实就是 王莽回路 当时的西汉盛产外戚正直 就是老皇帝挂了 新皇帝还萌萌哒 权力就落在了太后王的手上 老王姐因此鸡选升天 但是王莽的把逼实在生的太早 留下王莽成了家族里的穷心筋 好在娃聪明 知道没跌拼 所以就玩命的拼人品 对外谦卑好学品的高尚 对内那是孝顺减点 无微不至 叔叔阿姨喜欢的不得了 逢人就夸好宝宝 纷纷推荐他当官 王莽一进宫就逮逮阿婆 从保卫客看到了宰相 他一面继续营造自己的男神形象 一面盯着皇帝的位置流口水 最后一眼吹掉小皇帝 自己上位建立了新朝 虽然王莽串汉的过程很简单 但是王莽这个人呢 很不简单 他既富古又朝鲜 一边搞文艺复兴 一边改革创新 改了些啥呢 首先是货币改革 新朝换新币 可换就换吧 换了五六次 结果师妹上无数版本的钱 还让不让人做商业了 接着废除奴隶买卖 人人平等 结果土豪家里没人干活了 因为中介全挂了 穷人也通通失业 然后是土地改革 要恢复周朝景田制 土地收归国有 可土地是地主老财的命根子 这下有钱没钱的就都得罪了 再然后是市场改革 朝廷管制 盐 铁 酒等货物的售卖 还控制贷款 可是贷多少 借多久 还多少利息等等等等 随便一个都能把你算成职务人 政策是好 政策可对于当时的环境来说 股子卖得太大 容易扯着蛋 由于这些政策 搞得大家生活质量贼差 所以纷纷起来繁忙 北边有赤梅军 南边有陆林军 全国形势一片不大好 最后往往被人一刀同死 整个新朝和他就都玩完了 中文字幕 杨茜茜茜